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体建筑其实差不多不到一百平 楼高也可能不到五层楼 就算再加上内院外院祭司院其实也没有说非常的大 那但是呢他本来就不是要彰显他的大或是力量 如同这个外邦的国王他们想要这个让神很厉害 来证明这个他们可以打胜仗是因为这个神很强很猛 或是自己国王很弱可是盖一个神庙来壮胆 神力必加之于我 所以我也可以像这个神那么夸张那么厉害 其实整个都不是 整个这个所罗门的圣殿的蓝图 是他的父亲大卫王给他的 大卫王是参考摩西的慧幕的蓝图 把那个支搭帐篷的那个帐篷的那个部分 改成硬体的石头木头的圣殿 所以他本来就没有要弄大 他本来他其实是一个恢复 一个慧幕神同在神荣耀同在的那一种恢复 为什么需要恢复呢 因为这个约会在一百多年前被掳走 所以那时候呢因为百姓不听话背逆神 神让非力士人来攻打他们 他们还干脆绑架神的约柜 把他从会幕里面的至圣所 搬出来拿去打仗 以为说神不给我面子 最少会给他自己的约柜面子吧 神才不买单 神任凭约柜就被掳走 那这一掳走流落民间 有学者统计可能高达一百四十六年 有人说不对啊 我读那个这个圣经 他不是在激烈耶林停留了二十年吗 不是的 那段经文的上下文是说 是在这个撒姆尔他当逝世之后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才让整个以色列低迷的这个状况 比较恢复起来 而那段时间是二十年 那个约柜也在激烈耶林停留了二十年 其实你想一想 在所罗门做国王第十二年 约柜才进至圣所 所罗门之前大卫做王四十年 在之前扫罗做王四十年 撒姆尔也做王四五十年 那约柜什么时候搞丢的 撒姆尔之前的以利 大祭司他做事实的时候 你家家就是一百多年了 所以呢 这个整个圣殿的概念就是恢复 恢复原本会墓里面 耶和华的荣耀同在 所以呢在撒姆尔记上第四章的时候 当这个约柜被抢走的时候 以利的媳妇怀孕 就难产把孩子生出来了 他自己要死之前 就给这个孩子全名叫什么 以家伯 家伯是什么 卡伯 荣耀 以呢 就是没有 他说因为约柜被掳走了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所以呢到所罗门一百多年之后 重新把圣殿盖好 约柜重新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 他说怎么样 哇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圣殿 祭司无法站立之后全部退出来 代表怎么样 荣耀回来 但是呢 所罗门他非常清楚 今天我不是帮神盖一个圣殿 然后把神的荣耀请回来了 神就让我们为所欲为啊 祂的荣耀就被我关在圣殿里面了 没有这回事的 所罗门自己说 你在耶和华你在天上的天 你这么大 这个圣殿怎么关得住你 这个圣殿不过是一个 你垂听我们祷告的殿 我们在这边祷告 你在天上听我们祷告 我们如果愿意遵行你的旨意 如同我们这边要看的 四十四节 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 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争战 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 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 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使他们得胜 以色列人所认识的神就是一个 赏善罚恶 公义慈爱 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奉神差遣 诚诚实实的 有信心奉祂差遣 不论做什么事 都会亨通顺利得胜 这是这边所讲的 但是如果当我们违背祂的旨意 作恶 悖逆祂 那基本上呢 祂的荣耀就会离开我们 所以呢 这个祷告的殿 圣殿就是在我们那边祷告 我们有得罪祂的地方 就恳求主 我们就好好的悔改 祂就赦免我们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跟祂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 前面的经文讲到 如果有得罪人 得罪神 以至于被神来惩罚的时候 那人在这个殿里面 自觉有罪 所以来向神悔改 神就会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然后恢复神 使用他们的意愿 以至于他们就能够继续成为贵重的信仪 46节讲到说 甚至如果已经背逆到一个地步 已经被掳了 国家灭亡了 被掳了 掳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了 在那个时候如果悔改 向着圣殿这样子来祷告 其实甚至包含圣殿都被毁了 那时候我们被掳到外邦人的国家做奴隶 如果在那个时候 终于悔改了呢 再来祷告 有没有用 有用 46节就是讲这里 他说 你的名若得罪你 你向他们发怒 将他们交给仇敌 掳到仇敌之地 不论远近 47节 他们若想起罪来 回心转意 恳求你说 向你恳求说 我有罪了 我们背逆了 我们作恶了 他们在被掳之地 如果尽心尽性的归附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和你所拣选的臣 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就求你伸冤 求你饶恕 得罪你的百姓 弟兄姐妹 这个你要知道 列王纪的读者 最一开始列王纪的读者 写的是给谁看 写的就是给那些 被掳的归回的百姓看 因此呢 这对他们是特别有 鼓励的意义 就算圣殿已经 被拆了 就算像以希杰书所说的 后来神的荣耀 也离开圣殿 但百姓也被掳了 但只要他回转 归向神 他们仍然向着 这个神的宝座来祷告 神仍然要赦免他们 为他们申冤 恢复神与他们同在的荣耀 这就是我们常常会想到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做 摄金纳的犹太教的神学 就是我们常常上的诗歌 Shakina 其实他正确的发音 应该是Shakina 不是Shakina 那摄金纳这个是什么呢 它其实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 它其实是犹太人 犹太教 他们在被掳之后呢 他们就认为 摄金纳的意思 Shakina的意思就是住 包含神住在 就是说住在其中 住在里面 或是这个动词 或是住的地方 其实就讲神的同在 那犹太人他被掳之后 圣殿也被拆光了 所以呢 他们就有种观念 就是这边所讲的 我们只要我们悔改 然后归向神 神就愿意继续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呢 不论圣殿在或不在 不论我们在哪里 当我们真心真意向神悔改的时候 神的Shakina就与我们同在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 因为其实 这个现在也没有圣殿了 那这对后来 被鲁归回的犹太人来讲 也是非常大的鼓励 可是我们用这个要小心 因为我们毕竟跟犹太教不一样 犹太教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的摄金纳 Shakina的荣耀 仍然是跟着以色列在漂流 所以这个 他们是一个叫流浪的Shakina 流浪的同在 可是我们是基督徒啊 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了 我们不用再流浪 所以我们今天用Shakina说也要小心了 我们也不太了解它背后的意义 那Shakina它其实是一个亚兰文 它不是希伯来文 主要就是因为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讲希伯来话 他们就使用是那时候的国际语言 叫做亚兰文 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很近 但毕竟还是不一样 Shakina这个东西 它就是亚兰文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 犹太教的一个神学观点 那五十四节之后呢 就让我们这个所罗门祷告完了 他就开始为百姓祝福 整个祝福的重点 五十七节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 不丢弃我们 使我们的心归向祂 遵行祂的道 然后呢五十九节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 昼夜垂听 每日为祂的仆人 与祂名以色列申冤 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并无别神 六十一节 最后一句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 我们的神 存诚实的心 遵行祂的利率 谨守祂的诫命 至终如今日一样 这边就是讲出的 整个他为什么要 盖这个圣殿 就是一个恢复 恢复神荣耀同在 如同过去 神借由会幕 祂的荣耀同在一样 后来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神的荣耀又离开 但如今好不容易 又重新盖了圣殿 那神的荣耀 又与我们同在了 那我们就要怎么样 存诚实的心 谨守遵行祂的道 我们就能够一直 停留在祂的同在里面 经文最后告诉我们 在六十五节的时候 六十五节告诉我们说 这个节期太大了 全以色列人都来 过这个祝鹏节 参加这个宪殿的 这样的一个节日 一般祝鹏节只要过七日 第六十五节 他说守了七日 还不够 又再守了七日 要献的祭太多了 以至于怎么样 都排队排很久 代表以色列人 都非常看重 神的荣耀 重新回来与我们同在 但是最后一句说 他们都心中喜乐 最后各归各家去了 弟兄姐妹 这才是开始的 还记得刚刚所谓门 祝福的最后一句话吗 你们要谨守祂的诫命 至终如今日一样 所以呢 参加一个大型的欢庆 大型的特会 大型的一个激励人心 圣灵充满 或是陪灵会 这些都很好 神在里面要对我们 大大的工作 对我们大大的说话 但那只是一个起点 因为我们参加完这些 聚会之后 就会怎么样 各归各家去了 所以所罗门才提醒说 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 不是在过节的时候 不是在参加 宪殿典礼的时候 而是怎么样 要至终 到最后一天 都要如同今日一样的 遵行主的道 弟兄姐妹 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一生一世 我们都好好地 遵行神的道 不论你在哪里 不论你教会大或小 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家 不论你在高山 还是低谷 神的宝座就在你的里面 神的同在 就在你的里面 因此呢 弟兄姐妹 愿我们都一生怎么样 如同所罗门所说的 所以你们当向 耶和华我们的神 存诚实的心 遵行他的律律 谨守他的诫命 至终如今日一样 愿神祝福大家